好,行了,出自 老闆出來 糟了,是否沒人知道我多開一個呢? 又不是進來呢? 應該打中文了 Hello,Hello,大家知道我轉了嗎?大家等一下 沒有人來到這裏呢? Hello,Hello,舊那個Youtube 舊那個Youtube不行嗎? 剛才那個直播呢? 我開了一個,其實本身有人在等著 我看那些人走不走到過來 我現在叫舊的,在我舊的直播等著我的觀眾 要來回新一個 這個直播中止,請到另一個直播 Hello,Hello Hello 等一等大家 聲明官,Hello Susan,Hello 等著,Susan,Hello 那些人來回這個直播了嗎? 是否回去了? 我先看看觀眾 先看看 19個人在看 大家是否回去了這個 大家看到嗎? OK,是否有舊的 大家是否知道 現在用這個直播才是真的? 剛才那個直播不到 是呀,今天是經典 舊的,舊的咳了 現在是新的,不要咳錯 不要咳錯 我不知道舊的那個 舊的那個就不行了 現在有兩個直播中 有些人在走 唉呀呀,不知道 沒有人看不到 Hello,Hello 今天很混亂 因為我先開了 我本身開了一個直播 8點半就開了 GET READY 去到9點,我上startup的時候 他又不讓我關節 那我就開了一個新 即是這個 這個今天是第二個直播 我正在通知第一個直播的人 來回這個 對了對了 我不知道 你們等一等我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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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停了這個直播 我要停了舊的直播 我要 我先看看如何停它 先看看 因為有些人 我怕他們 有些粉絲 在舊的直播看著我 先看看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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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切了它 唉,切不到 算了 大家都 有二十幾個人看 是嗎? 我舊的那個就 不知道有沒有些粉絲 看我舊的那個呢 然後 我就想斬也斬不到 因為 大家知不知道我現在正在用這個 你 你 等一等我 要 要 切了這個 要切了這個 給了兩個直播的鐘 是不是一個 現在 一個 兩個 一個 一個 現在 一個直播應該 好了 一個直播 好了,我現在當作是一個直播 去回來了,是不是? 大家是否已經 去到舊那邊變了一條普通片? 大家是否...hello,hello,hello 我們已經五分鐘了,已經接播了 又不動了 大家是否... 現在舊那邊,SS舊那邊是否沒有人在 還是我停不了舊那邊? 是不是... 那些人回來了? SS舊那邊剛剛按進去 看到你說中止歌,只剩下三個人在那邊 那很多人很好,那些人過來這邊 因為呢 今天我講藝術的故事這本書 我認為都頗重要的 平時就去藝術館看 這輪我經常都講過那些片 那些片就可以玩一下,看看 但今天這一個真是比較重要的 剩下一個就是SS,是不是? SS你幫我去舊那邊 你提他,叫他去新 你幫我打幾隻字,叫他去新這個看 好嗎?麻煩你,SS 謝謝 因為我按進去 對,SS幫我打幾隻字,叫舊那個來回這裡 好嗎? 麻煩你,SS 好,這樣呢 呃... 說少少我才進正題,好嗎? 我再等幾分鐘吧 反正看我的直播都知道我 好了,剛才呢 我再說Hello everyone Hello,Fiona,Hello William,Hello Singman,Wong,Hello Susan,Hello 馬祖師,Hello Bosco,Hello RJ,Hello Manson,Hello Eva,Hello Wiki,Hello Manson,Hello Elisa,Hello Tony,Hello Tensen,你好 Wiki,Hello Wiki,Hello Shu Shen,Hello Otoli,Hello SS,Hello Bonnie,Hello Hazel,Hello 好了 那邊是不是沒有人了? SS是不是沒有人了? 已經走了過來了 好了 先賣一點廣告 你來的時候,我看我當然要賣廣告 首先,大家如果想買任何的藝術用品 筆勒顏色等等 當然也會在我們MiniPity那裡賣 我們是沒有實體店舖的 我們是寄去全世界的 Five waiting over the other 還有人在等著嗎? Susan又再打一隻字 叫他們過來我們這邊 因為我生不到舊的那個直播 不知為何 沒辦法了,如果他們是不走 不過可能他們 可能沒有看什麼 有些人沒有看過留言的東西 好了 來不到那五個 現在有四個 那四個朋友就沒辦法了 遲些看直播 因為我想叫他們過來看直播 因為直播可以回答我 可以回答我 可以回答我 第二樣的廣告 當然大家都知道 如果看開我就知道 我是廣门畫室 開了Patreon的頻道 裡面我就放一些 Hardcore的 練藝術、練畫畫的東西 最主打的就是 掃描十堂入門的課程 我就上載了兩條 還有其他很多 雜雜的影片 我以教育為目的 這就是廣门畫室的Patreon頻道 是沒有開商品 沒有玩的 全部都是認真合話的東西 我放在那裡的 那也知道 應該開Live 見到你通知 那就好了 OK了 我們開始了 好了 首先我講一聲 多謝大家 如果有追開廣门畫室 知道昨天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我在那個 很無聊起訴 還有其他朋友通知了 那可以了 access 謝謝 有人叫我用國語 什麼普通話來講 大家知道 昨天有一個粉絲 叫我用這個國語 說這個 說這個 叫我的朋友說話 但是 我又說不行 因為我的國語不好 有很多很多朋友支持我 說鼓勵的說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就 請說這個 這個愛術的故事 就有這個 有中文的 你可以看得明白的 看得明白的 所以是最後 好了 今天呢 我們就來講這個 首先這本是一本什麼書呢 首先呢 我一向就用了一本很大的藝術博物館 去講我們藝術的畫室入門 教你看得明白的那本大書 我也用了兩年多 都叫做講完一個 period 我們由1300開始 Jotto開始講起 講到賽上的1900 是不是 那麼呢 大家都知道 講完之後 其實我又不是很多目標 我又不知道可以講什麼 但是我又想繼續講一下愛術士 直至昨天那個post出來了 我發現原來很多粉絲都很喜歡我 講藝術士的 那麼呢 就令我更加多信心 不如講一些可以認真一點的 的藝術士 這樣呢 這本呢 就是 認真一點的 認真一點的藝術士 你們自己可以買的 很便宜的 200多塊的 我們讀藝術士的人 就叫這本藝術士的聖經 可不可以有空講一下日本藝術 可以呀可以呀 我可以抽來講 這本藝術士是200多塊 基本上是一本最暢銷的 藝術士的入門書 這樣就少少厚 好 那今天呢 我就會講 我就會打出來給大家看看 我講一個罪給大家看看 我今天會講一個道讀的 可以不可以 有字我會整理 我剛才剛剛準備好了 我也看了一次 我看看行不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事 我可能講這麼多 那其實是一個道論來的 好嗎 大家不明白呢 我盡量讀完 那時候也會有一些我自己的 講解 如果不明白呢 就再問吧 再問吧 好嗎 就很有用 很有用 很有養分的文字 不明白就不明白 OK 我們開始了 今天真的上課了 我埋著這個鏡頭 可以 大家看得清楚了 這樣是不是 大家看不清楚 OK嗎 是不是這些字 能不能看到 看到了嗎 OK 我來了 好了 OK 我來了 我當然要講廣東話了 我還是說廣東話了 我的過語不行 對不起 好了 我來了 看得清楚了 我上課 好了 我讀一些 如果遇到一些 我需要解釋的 我可以解釋 我口語讀一下 如果不明白 就隨時停 我隨時可以 停 大家討論 好嗎 我覺得 這本書其實很淺的 他說的東西很深 不過他解釋得很淺的 OK 好了 第一個就是說 世上只有藝術家 而沒有藝術 這個意思是說 世界上只有一些人 我們叫做artists 而沒有art那樣東西 好了 以前呢 他們用有顏色的泥巴 即是那些泥 就在山洞那裡 畫野牛的形態 即是我們最初在山洞 就看到原始畫 後面有圖 這本書你不用擔心 不只是字的 而今天呢 就有人用買回來的顏色 是吧 畫那些海報 例如去Mini Pity 我們最美的顏色 去畫一些好的海報 是不是 在這些之外呢 他們還做了很多 其他的事 OK 當然啦 我們不妨 將這一切有關的活動 就叫做藝術了 我們經常會 討論 或者經常爭論什麼藝術 OK 我們就會說 這些活動是藝術 即是畫一些牆 在原始人畫那些壁畫 我們也是啦 我們找那些顏色 現在的人 由以前到現在 現在的人找一些廣告彩 或者一些廣告海報的設計 我們都叫做藝術 OK 不過要記住 藝術這個字呢 是因時間與地點的不同呢 I type in Chinese Please speak in Cantonese just because I don't I don't know Chinese typing OK Yeah, I probably keep on speaking in Cantonese 因為時間與地點不同 可能代表各種不同的事物 OK 因為時間地點不同 OK 即是說 古代的時間 原始人看到的野牛 就用泥在牆上畫野牛 明不明白 現代我們人 就有顏色賣了 所以我們用這些顏色 就畫一些設計 我們做一些設計的poster 而這兩者 都是叫做藝術 但因為時間地點不同 我們擁有的東西不同 大家明白嗎 OK 同時要理解 藝術實際是不存在的 OK 因為 藝術已經漸漸變成一個幽靈 變成一個幽靈的意思 就不是一支 它是ghost 即是 藝術呢 其實會被別人拿來用 藝術是變成一個很 不清晰的concept 好像一個 因為它用英文寫ghost 即是說 其實藝術是變成一個 很虛幻的東西 行不行 一個被人盲目瞬佩的偶像 OK 好了 即是說 藝術這件事被人神化了 藝術這件事被人 拿來用 而覺得很厲害 如果是廣東話 就應該可以這樣說 OK 如果你要 令一個藝術家 希望破滅 即是令到一個藝術家 沒有希望 你只要告訴他 他那個作品都挺漂亮 但不是藝術 明白嗎 那他立即很灰 即是你說 你唱一首歌 也挺好聽 是吧 不過不是什麼藝術 其實你變成他 因為 其實沒有人知道什麼藝術 你明白嗎 我意思 那件事很虛幻 但是呢 又覺得很有型 OK 如果你想干擾 只要在這裡欣賞畫畫的人 就告訴他 你挺喜歡這張畫的 但是你喜歡的 就不是這張畫的藝術 而是其他成份 即是你喜歡的不是藝術 即是告訴你 你也不明白這張畫的藝術 是什麼 你只不過 因為它出名 因為它有性 我們經常見到很多 是吧 Pod Arts 會出現很多這些東西 OK 好了 到了這裡 明白嗎 明白嗎 我隨時會回答你們的 以我的理解 我想大家都明白 是不是 不明白就問我 我一個個篇文章 這樣跟你們對 好嗎 OK 明白嗎 好嗎 很簡單 就是說 作者在這裡說了什麼 他說 喂 藝術 我們有些人 我們叫藝術家 他就做了一些東西 是吧 那些藝術家永遠 他畫畫的 那麼 留下歷史的都是藝術家 但是他創造那一塊藝術 就因為時代不同 就不同了 是吧 是吧 大家要很理解 破壞的藝術 不是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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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有經常說的概念 不是進去裡面 那麼深入 或者那麼 specific 好嗎 好了 而且他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藝術是一個幼靈 就是說藝術呢 就是一個 你覺得很有型 很虛幻 其實就像你在拜神一樣 你不知道他什麼 但是覺得他很重要 虛幻了 不實在了 Fishball 魚蛋 他不是看到鬼 不是看到鬼 就是說藝術是虛幻 被現代人虛幻化了 這個字眼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 你現在所有女人 所有女生都叫女神 人人都是女神 男人都是男神 其實那件事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你叫那個女生 女神 好像很正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其實那件事是很虛的 你用這個字眼就覺得 那件事很有型 但其實裡面不是富裕更多的意思 好了,OK 我想大家都明白了 實際上呢 我不認為單純喜歡一座雕像 或者一張畫有什麼不對 有人會因為一張風景畫 令他想起他故鄉 而喜歡他 譬如你看一張風景畫 然後你很喜歡他的原因 因為他畫了 就是說我以前小時候住的 就是有這座山的 我們香港人看見獅子山 我們很有感情 但是你德國人 看見獅子山 那就是一個山 對他來說沒有什麼感情 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獅子山 我們喜歡那幅畫 不一定是中國畫得好還是不好 但是獅子山我就很親切 就是這樣 OK 有人會因為一幅人像 而令他想起一個朋友 而我不適守 譬如你看到那幅畫 那個女生像你以前的朋友一樣 那我特別喜歡這幅畫 OK 這也是很正常的 看到一幅畫 誰都會回憶了很多 影響了我們很壞的事情 OK 就是說你看到那幅畫 引起你一些個人的聯想 那你當然會加分或者減分 只要這些記憶可以幫助我們去欣賞這件事 都沒有關係 就是說如果那些記憶令到我們有一個正常的東西 就是我們欣賞那幅畫 但是我看到那幅畫畫 就畫了一幅畫很漂亮的阿爾比斯山 但是因為我很討厭行山 那我就說這幅畫是垃圾 我們不可以憎恨那幅畫 是因為我們個人錯誤的理由 大家這些是 很濃縮的人民精神的東西 大家明明我們 他意思是說你放下偏見 我們怎麼都有偏見 大家去到這裏是否明白 是否都明白 小J,Hello 小J,Hello 這個都明白,是嗎 沒有人不明白 今天呢 我講教理漢都明玩 我講了兩年多 今天是隻臭的 今天是講見話的 不是玩 所以大家 但是我又想在這裡分享 因為我覺得我有一個 優勝之處 因為我有粉絲 我直播就有人看關於藝術史 因此我覺得我有責任要跟大家說 其實我一向都很想說這些 不過我覺得一說這些 就沒有人喜歡 所以我就很趕客 但我覺得 原來昨天也有人喜歡 現在也有52個人看 我覺得也不錯 現在大家是否深刻都明白 有沒有不明白 沒有不明白 後面還有一些是按上下心的 因為他不是很淺 我覺得很淺 但可能有些人不看慣的東西 就覺得實在 明白嗎 明白嗎 你們答一答我 你們答我 我就繼續move on 因為我的責任就是要令你們明白 你們不明白 我又要說到你們明白 不然又有什麼 好,那我們來吧 但是 多數人都會落於在畫中看到 他們現實生活中喜歡看到的東西 即是說我們很喜歡在畫中看到一些我很喜歡的東西 是吧 而這個是相當自然的偏好 這當然是自然 天生就喜歡漂亮的東西 年代那些 感激那些 將尾保留作品藝術家 很多畫家畫的東西都是漂亮的東西 美女、美女、美風光 美花、美樹林 是吧 而藝術家本身也不反對 我們這種外眉眼光 那些藝術家當然不反對 那麼他自己也是喜歡那座山 是吧 Constable 也是很喜歡那些雲 覺得很漂亮的就畫下來 那我們看到那些雲 又覺得很漂亮 那Constable 當然不會反對 是吧 當結出的 法蘭德斯的藝術家 即是我經常說的 Rubens 法蘭德斯其實就是以前的一個國家 其實是現在的法國北部裡面 他加上比利時加上荷蘭的那幾個地方 那Rubens就是那裡的人 那Rubens畫了一張畫 就是為他的兒子畫了一張畫 後面有給你看這張圖 他的確為他的美感感到Guo 就是他的兒子很英俊 他就覺得很自豪 同時呢 亦都要我們愛每一個兒子 他亦都要這張畫 令到你去愛我的兒子 是吧 以這種喜歡漂亮時代的編號 OK 這張就是 我在Patreon上上載了這張圖 其實 這張就是Rubens畫他兒子的素描 是不是 那當然是漂亮 肥肥 他兒子這麼有趣 是不是 那個小孩兒子已經是有趣 人人都喜歡有趣的小孩兒子 對不對 然後 Rubens畫得好 這張不是小小孩兒子 這張是Drawing OK 接著就繼續了 為何可以因為偏見喜歡一張畫 而不可以 對了 阿星王 因為你如果是因為偏見而討厭一張畫 他講的可不可以 你個人當然是有權喜歡和不喜歡 但是如果你因為偏見而討厭一張畫 那就減少了你吸收那些藝術的機會 他就令你的眼光窄了 其實那個作者的意思是要令大家放開眼光 因為任何人都有偏見 包括我 大家都知道我那些藝術的 我都很問的 但我都強行 教練安敦明說 我都說了十幾集 Modern Art 大家都知道我經常說 1900之後的藝術 我真的很問 其實我不喜歡的 但是我覺得我責任要說 我都說了十幾堂那些東西 As long as 我說 我也覺得挺有趣的 不過我不會喜歡 我覺得Interesting but not nothing OK 大家明不明白 OK了 就是說 Rubens 畫那張這樣的畫 當然是人人喜歡 那樣有趣的那個寶寶 寶寶也有趣 你過到他的面珠燈 紅薄薄 你又想撕一下他 這件事是 我覺得沒什麼人會討厭這張畫 我想不到 如果你帶個嬰兒出去 其他人都會喜歡 沒理由 沒理由 是不是? 要瞄她 OK 所以 是符合了 很多人都喜歡 而這件事呢 是很自然的東西 由以前 由1620年 已經喜歡這麼有趣的嬰兒 到現在2020年 我們都喜歡有趣的嬰兒 OK嗎? 這是符合人類愛美 那個性格 那個東西 OK 好了 但是呢 又有一張這樣的畫 遲了 田川先生 唉 不好意思 不要緊 再看直播 我也不是開了很久 OK 好了 我們拒絕 我們拒絕 我拒絕 又像一個窮人一樣 我很討厭這條頸 我很討厭這條頸 我很討厭那些肉酸的女人 我要那些全部漂亮的 OK 你因為這個原因而討厭這張畫 就會 令你 減少了去欣賞這張素描的 裡面美麗的東西 就是這個意思了 OK 我想大家都明白了 好了 而這張文章 也是名家受寶福 是Dua Dua 即是說 我經常說的 北風文章是復興的 如果你叫北風文章 是復興的 你記他吧 基本上也是他 那德國就拿下來了 OK 這個就畫她媽媽 顯然這張畫跟Rubens那個肥嘟嘟的寶寶仔來算是不同 她對於操勞過度的婦人的真實描繪 可能她畫到她媽媽很低下層、很基層 但其實這張畫畫得很真實 她有另一件事 她看到她媽媽的肩和腳真的 Rubens很少畫到這樣 Rubens的畫全部美化了 有一點美圖瘦瘦 她們的美學是要畫得更漂亮 但是北方麻利富大多數是她對真實的觀察 然後她的情緣 ıs一个indework 東西很捨文 好嗎 sel 47 文 有一個顧要客觀這麼分析 然後我主觀這麼喜惑 你來解這樣嗎 對嗎 最初你不喜歡那些東西 你可能會遲一點喜歡 我也強迫自己喜歡Modern Art一段時間 但最後我發現我真的不喜歡 因此我不喜歡 但我不可以因為我不喜歡Modern Art 而我不在這裡介紹給你們認識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不可以不介紹給你們認識 我有責任要講,但其實我不喜歡 OK? 好了 OK,我們再來 等一下有個圖 好了 就是我們要教大家去克服心理 明白就行了 那你才獲益良多 你才把心開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吸收多些 你會認為是奇怪的 甚麼是奇怪 你會覺得那件事奇怪 是因為那件事對於你自身的 價值觀是不一樣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是你回政府工作的人 一個星期回5天 超過15000 是吧? 如果 那甚麼是奇怪呢? 你回 夜間 晚上 走 on shift 或者whatever 你這麼奇怪 我又要回到15000至15000 我不會再多半個小時 你嘗試去私人公司 OT是正路 9點沒有這樣走不了 你們這麼奇怪 為甚麼 我一向5點就下班了 4點9就開始洗手 5點就鬥快 飆出閘了 拍卡就走 這麼奇怪 OK 這些就是這樣 奇怪的事情 就是因為那件事 對你自身的價值觀不一樣 因此我們自然會是斬開了 保持距離 這是人性來的 而這本書就叫你 要放開懷抱 是吧? 這很重要的 這本書 最精華的就是 這本書 所以我要說出來 因為後面的書 是說每個藝術史的變化 你們可以自己 喜歡看多一點 但這本書是說一個規矩 這個規矩是 放諸於四海皆準 是嗎? OK 剛才那張Dua 是傑作的 很厲害 第二個例子 就是說 有個西班牙的 成功的人 不斷強迫走出Comfort Zone 是啊,田川先生 我們不知道西班牙的畫家 這個Murino 他畫這些畫 看不看得到? 他就畫 有個小黑衣 可以嗎? 小黑衣 你看看衣服 骯髒髒 是不是? 你覺得漂亮不漂亮呢? 很奇怪 他畫得出來 又很美少年 又漂亮 但是你的衣服 又很噁心 如果你說那些衣服 不漂亮 他連肩膀露出來 又掉了 你看他腳底的東西 很髒 現在有一雙漂亮的皮鞋 很漂亮 腳底那麼髒 當然不漂亮 OK 但其實他畫的小孩子 很有趣 是嗎? 其餘 有荷蘭 荷蘭的畫家 霍奇 沒有畫過這張小孩子 這個小孩子 又不是黑衣 就漂亮很多了 衣服又漂亮 對吧? 所以這個情況 實際上是 這張又這張的漂亮 這張又這張的漂亮 這本書呢? 這本書哪裏都可以買 小黑衣服的故事 你上網上書店買 我以前是 在商務賣的 我這本書 在20年前 但現在大家千萬不要去商務賣的書 知道嗎? 上網去其他地方訂 去台灣訂書 不要去商務賣 去小書店買 三中商那些 不要光顧 一輩子都不要光顧 知道嗎? OK 所以告訴你 你不要因為 增黑衣 而不覺得這張畫漂亮 是嗎? 就是這樣 各有各的 OK? 明白了 是不是? 我們下班了 看來都很簡單 好了 商務不是撿嗎? 商務沒有撿啊? 撿大眾啊 好了 這個也是 我之前跟你們說過 這個是意大利文藝復興 那時期的天使 OK 哪個畫家不要記 你不用記 這個是北方文藝復興 那段時間的天使 可以嗎? 我都說過 好像逢是北方畫派 那些人呆呆 古古怪怪的 一般人呢 都喜歡意大利那些 意大利那些 是整個畫面很協調啊 又不會過份細緻啊 整件事很適合 很舒服的 拿到一個和諧 很好 而北方那些人的神情 好像怪怪的 呆呆的 但其實他畫得很細緻的 OK 可以嗎? 他的頭髮是這樣的 逐條 如果你們有機會看到珍跡 或者我之後看看 能否找到一些細圖 給你們看 就像上次那張 很細很細的 可以畫到一些東西 好了,我繼續 但是呢 實際上這個畫家 這個作者就會說 每個人的審美觀 與美的標準 相差極大 因此呢 很難為美下定義 那究竟什麼是漂亮才行的 這個是一路由始至終 人類在畫畫 這裏 什麼國家都是 他在爭論一些東西 為什麼什麼叫漂亮呢? OK 這個意大利的 羅里的畫家 他當然是覺得 天使這樣是叫做漂亮 因此 是這樣的姿勢 這樣的頭 叫做漂亮 因此他才這樣畫 是不是? 因為你畫天使 天使有什麼樣子 沒有聖經裡面說 就是漂亮 其實那件事很虛幻的 而是畫家自己 放什麼為之漂亮下去 是吧? 那畫家為什麼花這麼多心思 畫這張圖 因為他覺得這樣為之漂亮 OK 同一時間 北方文藝復興的畫家 叫做 Mewning 他又認為這樣是漂亮的 天使 是不是? 而你看他畫得這麼細緻 用了很多心思去做的 他們畫得很細的 那些東西 我又覺得這樣漂亮 那究竟誰漂亮呢? 他沒有理由 特地不認為這樣漂亮 而畫成這樣 因為畫很久的 而且天使一定是美的化身 對不對? 所以每樣東西是各有各看的 北方文藝復興有些獵奇 其實呢 可以 如果 這個就很好玩 如果你站在 意大利那裡看 你就會覺得北方有獵奇 但是北方不覺得自己是獵奇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這個就很好去辯論 而 藝術史最有趣 所有人民科學最有趣的 就是我們透過辯論 透過談回來的那些東西 而我只是 而我也不一定是適合的 我只是講一些 這本書又不是我寫的 我哪有這麼厲害 買一本書回來讀給大家聽 我就做到這個能力 所以我講的東西都是大家參考 不過我自己個人 我非常喜歡藝術的故事裡面的看法 這個我二十歲的時候看 很影響我之後的藝術觀 我也挺跟著這套藝術觀 好了 同樣 天使彈琵琶 那不是琵琶 那是魯特琴 一般人 即是吉他的前身 一般人都會比較喜歡意大利的那個 比北方文靈復興那個 而我兩個都喜歡 而體會到梅寧 Mooning 筆下天使的本質之味 說他需要較長的時間 你看北方文靈復興 是要用多點時間去Dap 其實他是有他的那些很 他有多少是很宗教 有傾向宗教性的東西 是的 他有一套 他有一套他自己的標準 而那套東西又不是 又不是廢物的 很有文化的 他那些 他那些 很喜歡的 他那些三次品 是很喜歡的 OK 所以是不能爭論 這個比這個 或者這個比這個 不比這個 而Lisa 多謝你和我翻譯 多謝你 好嗎 OK 有沒有問題 大家去到這裏 是否還可以 不難 我又來了 OK 好了 首先 我們把耶穌釘十字架套 OK 接著我又有第二張 耶穌釘十字架套 行不行 好了 我們去看字 好了 只要你用心去看 可能你發現 北方文靈復興的天使 都是可愛的 他的意思是 其實是真的 要去學去看 是真的有了道的 真正的美感 亦都需要靠真實的表現手法來表達 事實上 左右觀眾對一張畫的好戶 往往是其中 某些人的表現手法 有些人喜歡容易明白的手法 因此就會深深地打動他 好像雷尼這張 這些叫做容易理解的表現手法 是真的很容易 因爲耶穌就好像一個 好像一個 現在我們看到一個 很有型的鬍鬚人 可以嗎 所以都很容易明白 他頭上 帶著那個有經歷的皇冠 刺他去痛 還有一些血 對嗎 這個望上天 經常都會有的 問一下 上面他老爸 為何你跑下來 要為人受難 那些這樣 是吧 你看到那些血 白在那裡 說他有suffering 是吧 新的那些肌肉 是吧 又有些肌肉可以看 是吧 我看這麼久的畫畫師 我沒有見過有肥仔耶穌出現 全部都是很有型 很瘋 很瘦 這樣 為苦 為人民受苦 這樣 這些是異明的元素 是沒有的 我沒有見過有肚腩的耶穌 我不知道聖經有沒有說到 他沒有肚腩 我沒有見過 總之每個人都是這樣 我也沒有見過提素 有的 那些肚腩的 基本上都是糊塗 OK 這個叫做異明 這個人人都明白的 放上去 任何地方 教會也好 不教會也好 大家都明白 好了 據所說 這個就叫做容易明白的 容易理解的方法 因為這個會深深地打動他 OK 但是呢 對了 剛才那張 雷尼那張 容易 這張畫上 會找到 基督受難的一切 痛苦和榮耀 OK 剛才那兩人很容易明白 因為痛苦 我又流血 我又有成 他仰化得很神聖 很光芒 幾世紀裏面 多少人 從這張 舊世主畫裏面 獲得安慰和力量 就是 很多人 這些多數都出現在什麼地方 出現在教堂裏面 是不是 那些人去拜耶穌的時候 看這張畫 這樣就可能裡面得到力量了 這個是真實 這張畫是有這個功能 這個power OK 還有安慰 這張畫 他所表現的情感 如此強烈 清澈 很清楚 因此即使在人們不知藝術為何物的偏遠龍舍 即使被沒有讀過書的農夫看 或者在路邊的神 如果在意大利 街邊也有些地方會掛一些畫像 點一些蠟燭 有個聖母像 都可以看到這些複製品 因為他容易明白 那件事 藝術是傳達信息的工具 耶穌就是傳達這個信息 而是很成功 因為很多看的人都很明白 OK 好了 儘管是這樣 我們也不應該忽視這些表現 失法較難理解的作品 OK 這個明白 沒有問題 大家喜歡理解的 OK 我們清楚了 我們清了一堆東西 我們把第二堆 中古時期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的圖 就是這個 在塔斯加拿的大師 我想他沒有名字 他以前就是 中世紀就是這樣 OK 就可能五百年前的東西 這些像一二幾 一一幾 那些東西 OK 但是這個畫家畫的這個表情 其實也都 在那 大家要理解 大家要理解是什麼 是他在那個年代 其實那個 trend 還沒有發展到這個階段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那個trend是這樣畫的 那時候那些人是這樣畫的 所以 其實在那個年代的人 看到這個耶穌像 這個扭曲 這個皺紋 他嘗試表達一個 痛苦 受難的表情 其實 而他用這些光暗效果 就表達他的眉 肌肉 他的頸 他的頸 用這些方法表達 你現在覺得好像怪 但其實那時候 這張畫也感動到那時候的人 我們用這個 這個觀點去看 我們就不會 說 這個耶穌整個卡通仔 那麼肉酸 那麼平面 那麼噁心 剛才那個好很多 我們如果用這個眼光去看 就可以這樣評論他 但是 我們就會少了 欣賞這張畫的機會 我們學少了一半的東西 就是 那個 作者說來說去 都是說這個點 Open Mind 但又不是什麼都是藝術 他最有趣的就是這件事 他Open Mind的意思 不是什麼 你家裡的孩子畫 一張耶穌就等於他 其實也不是 他有一個法道 有一套規矩在 是要學的 是要學的 但是那件事是可以學的 是呀 有些卡通 現在是覺得 聖汪 是有些 現在是有些卡通 但是那時候沒有卡通 這件事出現 是嗎 這件事 是呀 一七幾 一一幾 那些 差五百年 一個一六幾 一個一一幾 是嗎 那時候 歷加尼根 其實他都有 他那種痛苦的表情 很有趣的 譬如 我經常會說 雖然我自己也是畫寫術畫 這些 很多人都會 我的學生都會 經常會說 你畫章話畫成這樣 他會第一個跟你說 你畫得好像一張相片 每個人都這樣說 畫得好像一張相片 意思是 好像真實 這樣 這樣 也可能是一個讚美 這個又不像一張相片 但是 是不是一定差呢 我就問 大家都 大家都看什麼 大家都看 有看動漫 是不是 那張畫 是不是一定要像真人才會 是藝術呢 又不是 這件事 大家沒有看過 大家看 《我求其廢入》 千與千尋 大家也有看 公其進 是嗎 是嗎 那他像個人嗎 他又不像個人 即是不真實 他是很明顯公其進式 卡通人物的樣子 咬耳口鼻的樣子 都不是真人的樣子 他卡通了 是不是 但是我問大家 有誰不是看到白龍 變回 由一條龍變了 的人 在天下降下來的時候 和小千 哭過一幕 你們有沒有哭呢 你們有哭 只會影響到你的情緒 這就是藝術 我會這樣 他不是完全像一個真人 他卡通了 他卡通了 公其進式卡通了 那些人 就只有眼耳口鼻 按上下 公其進的人 很簡單 大家明不明白 我想說 什麼 現在我鏡頭這樣看著 你都會感覺到 那種痛苦 那種釘十字架 那種痛 那種痛 要是 那是為什麼 要理解少少少藝術史的背景 你要理解 那些人 那些人 那段時間 那些人 其實在做什麼 那你就會理解到 他那件事 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就知道 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你就會 可以欣賞到那些事情 大家明白嗎 就不是一句話 很肉酸 都不像真人 那我就不要了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最後 其實你就是你自己的損失 沒事的 你就更加 更加 懂小樣東西 就是這樣 明不明我想 今天想帶出那件事 是什麼 就是 是的 你看動漫都看得很哭 又令你很緊張 那樣東西不是真人 那樣東西是動漫化的 是嗎 剛剛出了FF第七集 我上網看人家打遊戲 都不知多少 是嗎 玩動物 動物 動心 那些人都很棒 是嗎 那你去別人的島上玩 你都開心 你覺得好像要探望他 那樣的 感覺也是真實的 但是那個人 那個公仔不是 真實的 是很棒的公仔 大家明白我想說什麼 我們要在那個 你不可以說 動心的公仔不像真人 那樣就是垃圾 他那套規矩是這樣的 是不是 OK 好了 又來了 嘩 好久了 好了 我們這隻小兔 有沒有人看過 有沒有人看過 我有講過 先回答一下 有沒有人看過 我講過 是不是 誰畫的 有沒有人記得 有人說打出來看看 這隻小兔 有人知道誰畫 誰畫 打個名字也可以 或者打個時代 大家知道什麼時代 猜猜 什麼時代 什麼年期的人 有沒有人知道 什麼Y 就是幼齡 哪個年代 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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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答 49個人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 好,我講了 Durr 道立 剛才那個畫 他媽媽那個 答不答 1502 沒錯,道立 兔仔 OK 好了 這個 好 有沒有人知道 這張畫是誰畫 如果有 剛才我 可能很快看得到 新學生 不要緊 看回舊 有沒有人知道 這張畫是誰畫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看過 有沒有 沒有人看 還是有人看 沒有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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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布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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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Patreon 給9元的會籍 就叫做 任布蘭 會籍 OK 我們來吧 說一下 OK 剛才說 那兩張 剛才那兩張 小J 沒有看 有些人 會喜歡 其他人 只用幾個字 或者手勢 來表達 意思 留一些猜想 有些人喜歡 畫不是很完整 有些空間 讓他想 同時間 有些人喜歡 留有思考 對摩空間 有些人喜歡 畫 把畫都放滿 讓他不用想 有些人覺得 畫不需要 完全像 有些空間 讓他想 在原始的時代 藝術家 表現人物的面貌 不像今天 例如 中世紀那張 耶穌畫 那時候 因為人的技巧 發展 不太純熟 即是說 其實 那時候 中世紀的時候 畫家 真的不懂得 畫 畫到這樣 最漂亮就是這樣 技藝發展 明不明白 我的意思 但是 這個已經是 他認為 痛苦的表情 是這樣表達 OK 基本上就是這樣 所以我把他 OK 所以兩件事都是動人的 OK 自此 藝術的初學者 每次都會面臨另一個問題 剛剛學藝術人 又會面臨另一個困難 他們會讚嘆藝術家 將其所見藝術家 即是說 畫到一個東西 很忠於他的樣子 他們會喜歡外表像真的畫 OK 即是說 每個人都看見這張白兔 很像一隻真筆的白兔 就畫這張畫很好 OK 我暫且不否定 這是否重要的考慮因素 不否定 因為像真 也是重要的 但是 忠實處理視覺界 因為這些畫家 用很多時間去處理 那張畫 要像不像真 例如他畫了很多條 白兔的毛 他的技巧很高 which is good which is good which is good 我也很喜歡這隻白兔 很漂亮 你覺得 這個credit當然要有 因為 昔日的大藝術家 花了多少心血 去記錄 作品裡的每一個細節 杜辣的野兔 剛才那隻 就是流露這種內心的最著名 他不僅是很有內心 還有一個技巧 這些技巧 我們都是讚嘆 都是覺得漂亮 但是 有誰會覺得 旁邊的大象 Ramon的大象 會較不… 因為他沒有那麼多細節 又比較訊息 其實這些大象畫得非常好 OK 事實上 他用了很少的不足 就能表達到他的巢皮 還有這個大象 很有神魂 你看看這隻腳在前面 後面 有些人說 這隻腳是淡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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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見到虛實腳的表達 是嗎 是嗎 那些不足很準 你看他多重 那個質量 那個肚腩 整隻東西 很大隻 那個… 那個… 那個重量 那個份量 感覺到大象很多巢皮 真的好像可以為天才 而最令那些人喜歡這張畫 看看 而最令那些喜歡逼真 繪畫的人不快 即很多人喜歡這張畫 一定要很真才行 OK 倒不是草稿式的素描 而是他們認為畫得不正確的畫 尤其是他們認為 藝術家應該畫得更多的形式 OK 即是說有些人覺得 中華要畫得很完整很多 才算好 OK 在談論現代藝術的場合 仍然可以聽到 對藝術家歪曲自然偶像的抱怨 但這本書的作者也是喜歡摩登 所以他會這樣說 OK 事實上這種歪曲作品並沒有奧秘 其實這裏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那樣東西 即是說那樣東西不一定要是真實 才是藝術 這裏有說出來 即是剛才我說動心 那些卡通一樣 他這裏就說 迪士尼裡面的那些公仔 你都不會罵米奇老鼠 不像一隻真的老鼠 而米奇老鼠 迪士尼的那些故事 你都會這樣弄 基本上就是這樣 他所說的 好 我們這裏就不用太說 好 我想我再說一下這裏 嘩 我說了 一個小時而已 OK 好了 這裏有兩張畫 一隻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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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皮卡蘇的雞 OK 很有趣 OK 他意思就是 有一隻雞 就畫得很仔細 是一隻雞的雞 另外呢 皮卡蘇又有他的想法 其實皮卡蘇 你當它是卡通的雞 又有多可愛 這隻雞 所以他說 你不可以因為 這隻雞 不像一隻真的雞 而說他不是藝術 或者是否定他的 他有他的欣賞之處 我想我用動漫的東西 跟大家說 動心也是很厲害的 其實我覺得 都是藝術 但他不是油畫那種 他安撫到有人心 我玩的時候也很開心 他叫你這樣去看 但當然到最後 你也可以說我不喜歡這隻雞 是可以的 但你 起碼不要第一步 你不去理解他 你就禁止了他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他不是 在那裏 教你們怎麼想法 而是他 他建議你們放開一些懷抱 去認識這個藝術的世界 應該這樣說 雞喬治博士 因此 如果我們懷疑一張畫的 正確性 就難以兩個字問 就是不要只咬著一張畫 是否要畫得很像真話 才是好還是不好 有很多東西 都可以做一個衡量的指標 OK Hello Hello 一個就是藝術家 究竟有沒有 改變他所見外形的理由 即是他有個理由去改變他 OK 藝術的故事展開的時候 我們有更多理由 一就是 除非我們肯定自己絕對對 第三 這張畫是絕對錯 否則 你就不要罵那件畫畫得正不正 就是這樣 OK 好 這樣人都會有 這張畫看來也不像這樣的樣子 他就是 叫你們不要這樣去判斷那件事 認為自然萬物的形象 與我們熟悉相像呢 即是說 其實我們會畫那件事 像不像去判斷那張畫 這個畫家 這個作家叫你們不要這樣做 譬如他講了一個例證 OK 在以前呢 Jericum呢 Jericum呢 一個法國人 畫那個 那個 那個方舟那個 就畫那些 大家看不看到這張畫 有什麼問題 我來聊一點 Sing Man Wong 是啊 當然了 情感當然很重要 技藝又重要 情感又重要 有技藝沒有情感 也沒有什麼用 OK 我們可以聊一點這張 我讀了很久 原來很累 我以為可以和大家 聊一下 那樣子 馬太長了 還有什麼 有什麼古怪 有沒有人說回來 不是身長 不是重點 沒錯 四腳離地 現在是三腳 馬不會這樣跑的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他畫到四腳離地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猜到 這張畫是1872年畫的 有沒有人猜到為什麼會這樣畫 飛氣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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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很長 是長 是不是長了一點 都可以說是長 大腿可能也長了一點 但是 四腳 跑得很長 布姿 是啊 Karin Matt 是啊 是很現實的 田川先生 他是想畫到現實的 其實 這張畫的目的是什麼 這張畫的目的是什麼 這張畫的目的是 就是畫四隻馬在比賽 鬥跑 對不對 OK 這是他的目的 但是畫到這樣為什麼呢 沒有飛機 當炮那樣畫 因為什麼 因為沒有相機發明 因為他們看不清楚那張畫是怎麼跑的 直至相機發明了 就抓到那張畫是怎麼跑的 明白嗎 但是有的很有趣 這個是真實的馬是怎麼跑的 拍照的 沒錯 腳的怎麼發發發 但是 如果那張畫 說一隻馬是 例如我畫一架 我畫一架 我畫一架 這架 這架不像一隻馬在跑的 對不對 如果我畫一隻馬 這樣跑 你們都覺得不像一隻馬 你以為他站在那裡 搓高了還是怎樣 你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說 他想說 他拿一個很extreme的例子 就是說 那時候 Jerico 覺得 那些馬 是這樣跑的 因為太快 他看不到 所以他認為這樣為之正確 但是之後科技發明 告訴你 這個是錯的 所以 他想說的 就是 那樣子 像不像 當你 只限於 你自己的年代 認為那樣子 是正確 而可能 遲些 又會有人推翻 他想說那樣子 他的意思 其實是 那些事情 不太確定 我們 欣賞一件事 那時候 留一個空間 給自己 有些位置 你明明 我想說的意思 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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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漫 是否藝術 FF7 是否藝術 你可以說是 可以說不是 你看看 你永遠 因為我們 我做了幾十年 都叫做 經常看畫 你走 你又真的走不了 譬如你對一張畫 有判別 覺得好不好 你一定有一個 stand point 你一定有一個 起戶的位置 你沒有stand point 那張畫都說 好看 套套戲也好看 那就是廢話 到你有stand point 你當你有stand point 你就會有 vias 明不明白 即是 好像聖鬥士那樣 玩了很多拳頭 來表達光束 是啊 這個 聖鬥士聲齒 就是用他的language 他自己的language 都 看到你很熱血的 是不是 那你 光束 人看不到 他又要解決 他的問題 在他的空間 大家想想 譬如聖鬥士聲齒這樣 他 寫出來 說 OK 獅子座 他那個叫光束拳 光束 你當然看不到才叫光束 看得到什麼光束 一秒圍繞地球七圈半 那 問題是怎麼表達 那 他用他的那些 他的手伸出來 就是在光 他的手伸出來 都看不到光 然後直線的發 就打了聲齒 就全身都碎了 這個就是他處理 這個光束的表現手法 等於以前的畫家 也是 現在他處理馬的表現手法 就是這樣 他都看不到 但我又知道他跑 那就猜 明白嗎 明白嗎 明白我想說什麼 這本書很有型的 他說他在介紹的時候 他鬆鬆了你的腦 他沒有給一個 他不是教你怎麼看 他不是給你一些規矩 他不是教你 那就是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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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 他只是提醒你 很多東西 我們是沒有留意到的 在自己人生 而我覺得 任何學習藝術 或者是學看 或者是學做其他東西的人 創作性的東西 作曲也好 填詞也好 寫劇本也好 拍戲也好 拍照也好 寫遊戲也好 不要讓之前的東西困住你 你要拉鬆其他東西去看 涉獵多些 每一個地方都有尾的支柱 年紀比較大 當然大了 小朋友不知道星矢 不是吧 手遊有得玩的 現在 黃道十二宮 小朋友知不知道什麼叫星矢 月影知不知道什麼叫星矢 好了 OK 剛才我講的那些東西 講完這堆東西 他們看不到 後來又知道 OK 好了 現在呢 哇 六十六分了 嘩 講到我都起了 OK 我講多一個 我本來想著可以講完這個 chapter 可能我分兩次講 好嗎 大家都 問一問一句 大家又 怎樣看這本書 我多講十分鐘幾 會 大家覺得好不好聽 這些 喜不喜歡看這些 是嗎 大家會不會太深 因為我沒有 這個是很認真地講的 Yes No 你告訴我 要不然我就不講 你喜歡我才講 因為很累 好了 五十四個 喜歡 喜歡 聽這麼久 五十四個朋友 打一個喜歡 Yes 都要 是不是 我喉嚨都痛 我先喝杯碎 對 對 這樣就像樣子 都要 打一個Yes 爛老 我唱一首歌 你也給我打拍子 多了 我整個傻子都說 好,繼續吧 我再講多十分鐘 OK 很inspire 我也覺得是很厲害的 我就是很厲害的 我才講的 我寫不出這些 很厲害的 這個人 好了 譬如說 小孩子 這個很有趣 這段 是給所有 學著 有小孩子 學著兒童話也好 或者在香港從事教育也好 或者我們一把年多以前經歷的人 都會有 這個很inspire 什麼都聽好的 好厲害 小孩子經常都以為 星星就一定是星形 那當然自然當然不是這樣 星星是圓形 光是閃閃閃閃閃 而堅持 畫裡面 一定天是有藍色的 草就一定要有綠色的 就和這些 小孩子相去不遠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一個很fix的mind 去看一些東西 就等於小孩子 就一定是天是藍色 那些草是綠色的 這種人一看到第二件顏色 就會很生氣 是嗎 但當我們 就是說 如果你的概念是fix了 你看到別人畫那張畫 那天為什麼是黃色 你就罵他 為什麼是黃色的 天為什麼是藍色 就是這樣 他一直在爭論一些 其實是open mind 和不是open mind的東西 但當我們鐵法 拋豬腦後 不用這個 就好好注視這個世界 好像 來探索 去到第二個星球探索 就會發現 萬日往往最出意料的色 你會發現其實有很多可能性 所以我經常 這個當然是看法 但我經常 有看我的頻道的朋友 就知道我經常叫人家寫生 寫生好 寫生呢 寫生是 我教你 寫生是 我提倡寫生是 大家看多些 你一看裡面 是發掘很多材料 給你炒過 不是記一些東西 不是背一些稿 June hello 對了 OK 不用感激 如果想感激我 很簡單 去Patreon 做我的會員 五元 美金一個月 就可以看我 剪得很辛苦的 教學 那裡才有的教學 OK 如果 加入完之後 不夠後 還可以去我們 mini pp.com 買畫材 我也是靠這些來維生 大家多幫忙 買多些東西 是不是 所有東西 都是沒有大陸貨 我最討厭大陸貨 全部都是 日本歐美入口 我試過才放上去 日本 中利筆 那些還是我們 獨家賣的 我們去日本找 中利筆 那些真的非常好 可以去一下 Patreon也是非常超值的 我是剪得很辛苦的 如果 我做一個十堂的掃描入門 任何人看完之後 應該會 學會掃描的基本 剛剛在我買了東西 是呀 有品味 OK 那我繼續說 看看 就是說 叫你寫生 要你 用一個open的眼睛 去看這個世界 好像去到另一個星球 那樣 是不是 畫家的感覺 就會好像處於探索 那樣 你去重新發掘一些東西 是不是 不是 玉色就是粉紅 蘋果又紅 或者黃 的概念 不要給你一些概念 香港 畫小朋友畫畫 很多時候 都是這樣的 我以前 年輕人都看到 一些人 是要畫彩虹下去 而且彩虹就是 看到七個顏色 我想問你何時見過彩虹七個顏色 呢 我一輩子 我都沒有見過彩虹七個顏色 彩虹已經少見了 哪能分到七個顏色 玩什麼 是吧 那些七個顏色又要排回去次序 不適合被人罵 這個世界 這世界是神經病的 但是你其實小時候學這些兒童畫 或者你這樣 要一個小孩去畫 你就是 弱了它 弱了它 最後 它就變成其中一顆螺絲 是啊 那我就真的收得當 我都覺得 你小時候弱了它 想法 是跟一些規矩 但是它就是 跟所有的東西 都跟規矩 那就變成普通人一樣 藝術本身就是要不一樣 明白我想說什麼 藝術的創作 任何方面的藝術 我在說 音樂 跳舞 戲劇 文章 作曲 寫作 創作性的東西 設計師 建築師 就是要不一樣 就是要抗拒平庸 就是要分析 就是要分析 你小時候幾歲大 就抓它去畫畫 然後弄一條彩虹 有七隻色 是嗎 為什麼彩虹一定要彎 為什麼不可以三個人 為什麼連小孩子 畫一張彩虹都要迫它 一個你認為好的東西 如果你這麼喜歡畫 你爸爸媽媽 你自己坐下去 你自己畫 你不要給小孩子 你自己畫就可以了 是不是 小孩子回來問你好不好 你又說 不是這樣啊 寶寶 畫得這麼難看 你不值得 你就自己畫 是不是 幾百元而已 一個月 你就自己坐下去就可以了 這個 有聽過10歲前 那小孩子也有 是要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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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有她亂畫的 是要 不是亂畫 是給她發揮 因為那時候不是適合錯 嘛 你10歲以前 你不要給她 你買漂亮一點顏色 不要購買大陸的有毒的 真的有毒的,不是開玩笑的 是啊,不要給它局限,德國那些就很聰明了 你看德國人是不是聰明了 有BMW,德國有Faber Castel 顏色多漂亮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不要,你小時候要他拿那些什麼小孩子那些 什麼畫畫的獎金幹什麼,神經病 那個獎金不是給小孩子那些給他媽媽的嗎? 這件事真是很反感 不過當然了,到最後大部分的小孩子 爸爸媽媽都要他去參加那些什麼獎金 真的不用的 不用的,你不要讓他平庸 又逼他畫那條七色彩虹幹什麼 我小時候見別人,逼別人 我小學已經看到那些老師 逼到現在我一把年紀都還在逼 三、四十年都還在逼 小孩子說 是啊,家長填飾比賽,家長也是 又不知道要鬥些什麼 你這樣就要學小孩子 你誰知道你小孩子將來會變成什麼 老實說 你學他一定會死 你不學他未必可以 但有很多可能性在後面 你不要說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你不喜歡 你就不要去學 你就自己去學 你就自己去畫 你報名 你這麼厲害,你二十幾歲 你二十幾歲 生兒子二、三十歲 你就自己去學 你不用叫小孩子去學 你害死他 小孩子很容易害死 你罵他兩、三次就不想 他就是給你彩虹 好小話 教師得罪家長 我當然是罵他 我都不教小孩子 是啊,不要學 大哥 問題是其實不用去學 不是學學什麼鬼 真的不用 你要想多些 你要想多些其他事情 讓他觀察 讓他觀察 小小的畫斑 畫一隻鳥 是啊 他經常要你跟一隻鳥 為什麼要你跟一隻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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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跟一條絲去畫 他跟寫生 他靠眼睛去觀察 那個肉體是怎樣 然後理解了 畫一張紙 三個步驟 第一個觀察 就是看那個人是什麼 肌肉應該是怎樣 第二 要消化 就是在腦裡想 理解 原來那些腹肌是這樣排的 那些胸肌是這樣排的 那些骨頭是這樣排的 第三 就是把他剛才想到的東西拿出來 最大的問題 沒有辦法 現金的按鈕有問題 問題是從頭到尾都是有問題 而未來也不會改善 對 是啊 大家 為什麼我經常開這個頻道 說這些話 就是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改變的 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你不報那些班就行了 你不等他自己畫 學校老師就不要管他 是真的 還有我經常覺得 現在 YouTube 學什麼東西都行 以前的教育制度 根本就崩潰了 說真的 老實 你問其他 這個世界 現在世界變得很快 大家不要只是跟 舊的制度去走 其實有很多 有很多美麗的東西 是在制度以外的 其實 所以我從頭到尾 教大家的東西都是 小時候 挖沙灘馬 加了一隻幽靈 下去被老師罵 龍蝦骨 唉 你真可憐 他 藝術最美麗的 是想像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有兩樣東西 一件事是技藝 技藝是你畫不畫得到 那件事 那件事是重要的 第二件事是想像力 技藝是可以 是可以透過嚴格的 訓練 任何人都可以得到 某程度的技藝 我知道 但是想像力 你沒有了就沒有了 是啊 你任由他 你任由他 任由他來畫 任由他來畫 你畫畫的目的 不是要像的 小孩子 最重要是不要像 小孩子畫畫 小孩子畫畫 是要讓他老想 瞭他的想法 你讓他想法 爆出來的 那些東西 你是發掘他 如何觀察 如何去看 然後如何去看 然後如何去看 畫什麼題材 任由他 參加過什麼 比賽武雄 我也很喜歡古靈精怪的 對嗎 對嗎 好 那你繼續吧 唉 一講我老氣 一百年紀而已 近來整天老氣 找到家裡太多了 是嗎 OK 不肯 不肯 加自己的東西 給老師說 唉 不要理他了 懂鬼嗎 是啊 其實事藝 變成一個學科家 扭曲了 你想想 以前的畫家 是怎麼學畫的 以前的畫家 是司徒制 他是跟一個老師去學的 好像葉文一樣 有些學生去跟 他不是斬開學科 什麼時候斬開學科 就是由 一六幾年 黃家美術學院 就開始有學科 他們就把藝術斬開 科科分科去學 一六幾、一七幾 歐洲又開始 法國、意大利 又有藝術學院 就開始 將他斬開科科 問光哲盧 你問光哲盧 是不是學士是出身的 你問達文生 是不是學士是出身的 還有 那時候是老師學了一些基本 最重要的是 你看看 聰明的畫家 是老師教了一些基本的 他自己爆出來的 是嗎 剛才那個 小孩子 這個 Rubens 那個學生 Fondyker 不好意思 我把鏡頭移動了 Rubens 那個學生 Fondyker 18歲 18歲自己的studio 18歲開始畫畫 六、七年而已 他們自己就 當自己想好了 自己想 自己去創作 不是 那些東西 他們自己會想很多東西 這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 所以我 為什麼 會 要堅持講藝術史 要在這裡講這些呢 我覺得 我有責任 要把這些訊息 給大家聽 尤其是 廣東話其實是 完全沒有人做這些事情 大家明白嗎 不用跟隨那個規矩 那個規矩 當然 那些什麼 教小孩子的畫法 或者是教育 那些 畫畫比賽 一定會 直至永遠都是有 中國人就是 這麼喜歡 拿一個A 拿一個甲等 中國人見過那些 很開心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 很變態 香港很多人都學彈琴 很多人都學彈琴 是不是 但是他們全部不是 去聽音樂會 因為他們去唱卡拉OK的 你明白我想說什麼 他練習的就是巴克 唱韓歌 但是 別人有別人選擇 我們永遠都可以有自己的選擇權 我想說 藝術共鳴代入的技術 是要有共鳴代入的 當然當然是有 我也說 如果有一張畫是獅子山的 我們大家 香港人都很有感覺 是不是 我有張畫是阿爾比斯山的 以後我都沒有去過這麼多貴 怎麼滑雪 阿爾比斯山 你不說 我不知道 就是雪山 對著來就是雪山 一樣 我把獅子山放在德國 德國人都不知道是什麼 Lion Rock Lion Rock 沒有 GCC assignment 科具的餘讀沒錯 中國人就是很喜歡科具 很喜歡考試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要專題報道 考了多少A 那些 神經病 那麼考了多少A 就怎麼樣 讀書 讀得很厲害 就怎麼樣 讀書讀得很厲害 你考了那麼多A 已經呈現了你是這樣 為什麼還要抬舉這件事 你明白我的意思 因為我認識很多人 讀書是一點都不厲害 出來很出眾的 越讀書厲害的人 很多時候 他越在制度裡 他走不出來 越難 放出 香港醫科真的不行 所以為什麼香港藝術水平有些 對 田川先生 你說得對 都不讓別人去看 沒錯 黃色對香港人有個喜歡的 對 大家 所以 我覺得大家是可以選擇自己的 自己的藝術 我們永遠有自己的選擇 你可以 你可以 現在 互聯網的平台是開放的 對吧 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 他喜歡 對吧 那你就不要參加那些什麼比賽 你不要再助他一把 如果有小孩子的家長在這裡 聽著 你就不要推你的小孩子去參加那些比賽 就任由他 你要跟他鬥過 你不可以跟他們 你這樣最大的問題 拿了幾個獎後 你的兒子就變了弱智 他的腦袋不懂得思考 因為你 你教壞了他 你示範了給他 你只要跟著這個規矩去畫一張七色彩虹 你就得到一個獎 而他也走過你安排那條路 那他以後就跟規矩去做 然後 最大的問題的話 出來商營市場 他就變成其中一個螺絲 他就沒有獨特性 因為他其他的同事 都參加過那個七色彩虹獎 出來就變成七色彩虹 那將來的老闆為什麼要請你呢 你打工的話 老闆只會覺得你其中一顆失色彩虹 第二 你根本就沒有創作能力 你更加不可以自立門戶 你明明我想說什麼 不要讓那個制度 你們永遠是有得選擇 尤其是現在這麼開放的東西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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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estimate自己的可能性 我想說這樣 很多有錢的成績都不好 當然 怎麼會 因為他們不跟規矩 因為規矩是控制了你 我經常都覺得 你明明我想說什麼 但當然 你讀書 你不可以 DSE 你不考好他 可能你也要考好他 你也要有一個基本的入場觀 你去大學讀一些東西 這是沒有辦法 不是這樣 但是 你可以控制到 入到大學之後 或者入不到大學 都有很多可能性在後面 我只是想說 而每個人的特點 真的不一樣 有些人生出來就是讀書機器 有些人生出來 好像我這樣 我讀寫障礙 中文字 我寫不出來 例如障礙的外字 我讀就讀到 我一輩子都寫不到 這個字 不是說神經病 也不知道是什麼字 你明明我想說 所以我現在讀這些字 我也是不記得的 但是 基本上 我圖像 我小時候到現在 我都是出色的 我一畫那樣東西 我記得的 那我就從事畫畫 難道你叫我從事寫字 當然不行 我不懂得寫 大家理解到自己 有什麼長處 然後發展 我覺得是重要的東西 對呀 華人也不是要偽善 華人也要錢 很麻煩的 經常都要賺錢 我真的不明白 是嗎 那你怎樣 那你多些錢怎樣 我經常都說 你買靚點這輛車 就是這樣 不就是四個輪 是嗎 有很多 對呀 小孩子說玩有自己的靈氣 靈氣是他的創作 你不要抹殺他 你不要逼他 什麼愛明天 什麼 那些 不要參加那些展 你參加幾次比賽 你認識了一個小孩子 你認識自己 你自己的父母不好 你不要弄壞小孩子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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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說一小孩 我已經很生氣 我只是說得好 先喝水 不肯拋棄原來的雜性和偏見 就是欣賞藝術傑作的最大障礙 其實說來說去說這件事 我們對那些用不尋常方法呈現的題材 總括批評他看來不太厲害 總之那件事跟你的價值觀不一樣 你就會覺得奇怪了 其實我們可以審視自己 如果我們遇到一些東西 然後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它反映了你的價值觀是什麼 所有人都以為知道理解自己 其實人最難理解的是自己 你只要理解自己是什麼 我告訴你,人生的路易走很多 你一定要設法理解自己 是聰明什麼、不聰明什麼 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 然後選擇一條路 是適合自己去走的 而要選擇一條路適合自己去走 你必須要知道自己是什麼 而這樣知道自己是什麼的 這個謎題只有自己可以解決 沒有人幫到你 是嗎? 先看看 大家都很喜歡聊天 我在美國生活 SW多斯說 我在美國生活 我知道創作很重要 但是我認為 基本技巧需要 美國 鼓勵小孩子 淘汰、亂華 但是我覺得 找到平衡之後 創作工人重要 但是技巧 沒錯,技巧也重要 所以我經常教人技巧 但是 但是 認識我的就明白我 我一直都在說兩樣平衡 因為我教來教去都是教技巧 你看到我們 我都拍了六百幾條片 但是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教的那些所謂技巧 我經常教都是一些最基本的ABC 我永遠都是教你們 我沒有叫你們不要這樣畫 或者是什麼 總之你們 有些上顏色的方法 是比較容易做的 怎樣拿筆 這些東西基本上你要學 量度比例的方法很重要 所以我剛剛在Patreon 我特意做了一條很漂亮的片 去教別人去量度位 你只要 你量度位 其實是一種 你可以將 看到的東西畫到一張紙的方法 你認識後 至於你想畫什麼 我就覺得你們自己去發揮 就是這樣 是啊 是啊 Mancham Yan Skill as means to express and explore 是啊 你愈有愈有技藝的 參加比賽未必是距離奴閉室 反而認為鼓勵他們提升自信 Confident 重要 但是 問題是 他不參加 是否等於沒有自信 我們是否一定要用這個比賽的證書 來證明自己的自信 他騙你 我最討厭 因為我個人比較反叛 我很討厭別人騙我 你明不明白我想說 SWDOS 我同意你說的 是啊 還是這樣 我先說到後面 好嗎 嘩 92分鐘 搞了一個多鐘 死了 死了 之前在澳洲住很開心的 就是 愛國 教育家好 教育家好 他沒有那麼多規限給你 他不是禁止你 香港是禁止你 就是這樣 現在還差 對 是啊 我很討厭 我很討厭 那問題是 為什麼 不是 應該這樣說 你看看參加什麼比賽 我也沒有看過 香港的比賽是有什麼建設性的 說真的 你有沒有看過 那些比賽的半軍那些東西 從頭到尾都是 啤啤啤啤出來的 是不是 我不是大膽說 這是我的人生 experience 我真的看 全部就是同一件事 你看看 所有的 小孩子 畫 我說小孩子 小孩子在畫的比賽 那些半軍的畫 根本不是那些小孩子畫的 我們知道的 神經病 三歲畫到 比卡超漂亮到你 你們有沒有看過以前的記者 幼稚園那些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根本就不應該他們去參加這些比賽 參加比賽本身是錯的 而我不認為小孩子 是應該透過比賽來得到自信 那就是說 你輸過比賽是沒有自信嗎 問題是 你比賽認同那個比賽的制度 是對還是錯的 而我不認同那個比賽的制度 是對還是錯的 這就是我想說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你不要 你就是要訓練到那個小孩子 本身他就擁有自信 而不是透過一些獎項 來證明自己的自信 你明不明白我想說什麼 所以我不認同 所以我不認同 因為我看不到有什麼比賽 是 是 是好 我看那些比賽 就是我看到的 就是 我又 我想我拍了600條片 在YouTube 我也有一點點 可以評論 例如說 我從藝術史 我整個都講完 我講了兩年多 我認為那些全部都是垃圾 很簡單 就是這樣 是的 而我看到很多小孩子 就是因為參加這個比賽 而你會破壞我 這是我看到的 真實情況 是客觀陳述 當然我講完之後 每個人都會再參加 但是我希望 我希望看我的頻道的觀眾 我認為都是一些有品質的觀眾 不是你無厘頭 你現在怎麼會看我的頻道 我講藝術史 你也是有興趣才進來 沒有興趣的話 你就去看別人吃辣麵 是不是 你進來我就有責任 要講我的程度 但是當然 我又要講回 不好意思 剛才的觀眾 是甚麼名字 是甚麼 S.S.Dors S.W.Dors S.W.Dors 我明白你的意思 大家的看法不同 但是 我必須要 講我的感受出來 而我不一定是正確的 你也可能是對的 但是我看到的就是這樣 是嗎 就是這樣 好 好 我們理性討論完 因為其實我本身 有時也是會這樣說的 真是不好意思 我一講這些我就很生氣 平時我也可以忍得住 但是 我一講這些價值觀的東西 我就很生氣 不好意思 這就是偏見 其實我也有我的偏見 每個人都在修憾 我都盡可能 我就是透過解釋 現代藝術來 消除自己對現代藝術的偏見 這是我說真的 這是我迫自己去看那些東西的人 但是 我又知道我的限制是去到那裡 我真心地覺得那些東西是 是交的 是嗎 那你是對的 你說得對的 是啊 是啊 我想這樣說 SWDOTS 我想這樣說 你那個是在美國的 那個情況 香港的情況就是我所說的 那個情況 他就是 他就是 家長就是用那些參加比賽 去 去 去框 他 去框 他們的兒子 對 大家不同 香港很變態 我沒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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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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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e 沒什麼所謂 你喜歡就參加 不喜歡就不參加 是啊 我不知道 我本身 我都要說 我本身是很討厭這些獎 可能你去挪入 總之就是這樣 好,我先說了很久 九十八分鐘,一個多小時 好,總之這本書提到我們 就是欣賞藝術最大的障礙 我們不要有偏見 其實,老實說,每個人都有偏見 我知道自己有 但是儘量減低 儘量在你面對不喜歡的東西 例如覺得怪的 例如我對現代藝術理解 可能是我的偏見 因為有很多人都很喜歡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看到一隻蝶黏在牆上 嘩,很厲害,蝶,地悶香蝶 我看到就是整個市場 我看到有一群人在賺錢 然後就說這東西是藝術 就是正正的 剛才這本書最初說 藝術是一個靈魂 藝術是一個鬼魂 只要你賦予這隻蝶是藝術 那東西就變得很有型 那東西就不是這隻蝶 它就是藝術 所以這東西是令我們看不清楚的東西 我會建議大家用一個 看得清楚的方法去看 好嗎? 好 看來不太對勁 我也會發生這件事 我的經驗去到現在 我也有 所以大家有也很正常 我覺得 我們熟悉的故事 就會遇上聖句相關 特別是處理相關 好,我講完這一個題材 我今天就會完 本來也不是說那麼久 但是現在又說那麼久 不過呢 10SS說 比賽對於一眾藝術家 可能是展現的 亦是對的 亦是真的 而 以前所有畫家都參加沙龍比賽 其實 即是藝術師裏面 他們都喜歡的 是我自己 可能在香港生活 我就對這些很反感 應該這樣說 應該這樣說 更公道一點 是嗎? 而我講的話 只是 只是代表我的想法 你們都可以去參加 如果是大人 或者你們自己決定 我都不會說 不過 不過就是這樣 好,很有趣 我買這個 我就收工了 好,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沒有看過 我好像有說過 只是我不知道 大家 其中 八十幾集 教理學都沒有說 其中一集 我講了這個 現在又再問 這個問題 好 這個呢 有兩張畫 好嗎? 我高一點點來看 唉 因為我常常都想說半個小時 我每次都說了幾個小時 好 是呀 因為 因為 為什麼Wiki說 什麼起跑事有字 開始是 因為我 因為我 很老實 很老實 就是 叫你們參加 叫那些小孩子 我講的是小孩子 參加比賽那些 有100個人叫你們參加 是不是 但我覺得不應該參加 我就要提出 不應該參加 就是 單純是這樣 因為我 我看到你們 把那些小孩子 然後 所以你覺得香港的藝術很悶 小小就把他 淹了 簡單來說 好 這裡有兩張畫 這裡有兩張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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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香港從頭到尾都這麼差 我真的看著 從我小孩子到現在 幾十年都是這麼差 是 SW多說 我不是反對你 但我在美國 也有駕小朋友做手工之類 有些小孩子 真的很沒有自信 他都看著 他隔壁的小朋友 怎麼說 他才是 你要肯定自己 其實我也明白 中國的駕駛 在美國 他們也是這樣 還有 SW多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們不是在罵人家 我們在溝通 真的很感謝你來聊天 雖然這個是我的主場 但我覺得大家應該公平地聊 我又覺得 到了最後 我覺得 有一個很真實的說話 就是 我不認為人人適合繪畫 有些人真的不適合 等於不是人人適合寫字 又不是人人適合 適合玩手工藝 有些不適合 有些小孩子就真的沒有自信 他又 而他沒有自信 又真的是天生 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他本身就是沒有自信 當然我們當然希望 透過一些東西去建立 但是 可以建立不到 他就是沒有自信 他不是小時候沒有自信 大過沒有自信 再大過沒有自信 他本身就是沒有自信 我們出來做事 你也見過很多人 大過都沒有自信 說話都沒有自信 有些人有自信 小時候最有自信 大過都最有自信 所以 我越來越覺得 其實 香港藝術教育 我一直都覺得 沒有什麼希望 其實 所以我很珍惜自己的Youtube 可以暢所欲然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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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Youtube 有一個很美麗的東西 SWDOS 他可以繞過一些 現在的制度 然後可以達到 給一些市民 譬如你們 大家這樣 我們全部都是不懂的 但是透過Youtube 我們可以溝通 這是很有趣的 Cawajo很喜歡 我非常喜歡他 我說他 是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你 你同不同意呢 就是 是不是在美國那裡讀 因為我又不認識 你們那個教制 是不是那些小孩子 是出色一點的呢 在藝術的發展 你們覺得 是不是他們畫的東西 譬如一班 一個題目 他們畫的東西 每個都不同很多 他們每個人的 那個 那個 individual 那個分別是大很多的呢 質地不同 而且 10SS 就說 因為香港家長 是想藉由獎漢的榮耀 引導 孩子走向藝術 當然 我經常覺得這些題目 你可以很穩固地派 就會說 其實 去參加獎 有好有不好 當然可以兩面說 這樣就完全安全 但是 多謝大家支持屯門畫室 對 對 好 不過 大家多點溝通 SW多謝你的溝通 多謝你看小弟的東西 多點來看 多點來講一下美國的東西 給我們香港的觀眾知道 我們都很想知道 其實 我也不知道 對嗎 就是 升學是否去美國讀藝術好一點 香港就不能讀了 好 我先講一下這個 好了 總之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巴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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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聖經的朋友可以糾正我 啟發 寫聖經 好了 這裡有兩張 如果大家 是當年 他畫了兩張 如果大家 現在有57個人 大家要投票 如果大家當年是那個教會 這個畫家畫了兩張 你會拜 A 還是B 投票 你會 覺得哪張是 A 還是B 香港土躍很難 對,但我覺得可以靠自己的 不要讓別人培養 我覺得大家看這個頻道的朋友 自己去做 有B,有B,有A,有B 所有人投票 我們看看有沒有58個投票 所有看我的頻道的人 現在立刻看電報的人 立刻投票 我們目測的感覺 有多少個A,多少個B B的好像多一點 咦,又有A 大家全部投票 A,B,A,B 快點投票 看看會不會做到 我們有 九成投票率 好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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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是的,有些小孩真的畫不到的 SWDOS 是的,中國式家長很辛苦 我也知道,很麻煩 香港也是這樣 SWDOS你也投票了 你覺得你是教會,你擺在哪裡 A和B,你會選哪一張 同一個畫家,同一個題目,兩張 我已經揭曉了,等所有人回答 我自己很想在直播中有些互動 不要只餓,我只說了一個多小時 B好像比較多 B好像比較多 A就太近了,田川先生 好,看多些人名 Tina說B 教會角度應該是 B,兩張眼神接觸 SWDOS又說,他們有自己的動作 他們有時候都會記天日文 但我不會按他們 按著他們,我會鼓勵是對的 做這樣做的最好 我最欣賞這個做法 B就有給召喚感 多想一下 OK 好了 投票完了嗎? 我開鼓好不好? 投票完了嗎? 未投票,投票完 我開鼓 因為 等你們投票下去 有些時間差距 好嗎? 講吧,好嗎? 好了 實際的情況是 你們看到這張黑白色的 真的那張破爛了 真的那張破爛了 沒有了 真的那張世界大戰的時候炸爆了 應該是二戰吧 Kawadji畫了這張 給他 然後教會不喜歡 很不喜歡這張 彈了這張畫出來 接著他畫了這張 這張就OK了 OK? 好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同呢? 因為這張Kawadji畫的東西是很有趣的 我解釋給大家聽 你看看 他畫到這個 這個聖馬太 好像 我們靠近這個 靠近這個 他畫到 他畫到 天使 捉著聖馬太的手去寫聖經 天使的樣子很聰明 這樣去教他 聖馬太的樣子 好像整個傻人一樣 你看看 他真的畫到 好像整個 真的像一個 如果斯文說 畫到一個不識字的人 是天使教他 天使的 口開著 天使是充滿智慧的 聖馬太就是很蠢 然後天使跟他 你這裡敢寫 敢寫 OK? 行不行? OK? 好了 今天會生氣 教會 大哥 聖馬太 寫福音書 大哥 你畫到整個戒指 這樣 教會還要出來做 是不是? 又不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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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整個Happy Sok 這樣 在地上跳舞 是不是? 他明明掉頭髮 你還高炒他 又 整個河童 那樣 我很難叫人家相信我 聖馬太寫福音 畫到整個Kai 整個阿叔 弱智 那樣 誰來啊? 搞不定 教會這樣說 他說 OK 那我給你一張 這個不同了 聖馬太 看不到那個光頭 鏡頭下面 炒上去 聖馬太多 天使就說 那手指 這樣 第一步 你是這樣寫 你就應該這樣寫 這樣 啟發他 天使就插 你要我 你接受不到一個大的 其實也很漂亮 你接受不到他們 我飛下來就插 你要一些東西插 老闆不喜歡 立刻改 立刻改 你看 聖馬太 很帥 聖馬太 很帥 你看 這個樣子 運籌維亞 寫的聖經 寫得幾滑 又沒有腰酸培動 這樣寫吧 這樣寫我 你啟發我 我正在點墨汁 是吧 整個型的姿勢 整個姿勢不同 這個很帥 你看這個顏色又漂亮 這個 這個大叔 腳又沒有了鞋 這個也沒有了鞋 但是這個型很多 是吧 又有個流動出來 是吧 是吧 這裏扭一塊 好像卡子 你也是 你也是沒有讀過書的 萬字 不會多一隻 是土包子 我現在 教你 寫這樣寫 不是 應該是啟發 就是這樣 就是彈中 然後這個 是吧 所以大家做設計的朋友 那時候 被人彈你 那些東西 真的不用太過不開心 那些畫 都被人彈了 那些畫 你沒有比卡哇 都要跟老闆心 都要跟老闆的意思去畫 他不愛 那些畫 好 但是美國的小孩 都有他們的問題 太過個人主義 我校西人的小孩 通常不會聽你教 對呀 你說得對呀 很自由的地方就是這樣 中國就反過來 其實最好是兩個拿一個平衡 以至意大利 他就拿到中間 卡哇塚的東西 為什麼好呢 但是又喜歡 我覺得喜歡A多一點 卡哇塚就串個教會 你明明卡哇塚多串 他當然會畫這個 他轉頭畫了這張給你 他當然知道你要這個 但是他不是這樣看的 那你聖經講 聖Mathiel他不懂字 但是老 他就畫了一個不懂字 但是你不懂字 不要畫到整個戒指 他不懂字 就是戒指 咯 卡哇塚很囂張的 很有型 畫到天使多漂亮 這樣說 抓住你的手寫字 抓住你的手教畫 你不懂得寫字 我抓住你的手 你懂得寫字 是不是很厲害 好了 OK 明白 好了 我看回這些字 我收檔了 但是要給足夠錢 不知道他有沒有給足夠錢 可能他不收貨 OK 其實呢 好笑的 我以前最初聽這個故事很屈笑 彈話 是吧 一拍過來看高低 這個就是要划算 老闆要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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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給你划算 我馬上就給到 其實都畫得很漂亮 我給你一些創意 你肯定接受不了 那些教會這麼萌實 是不是 所以 很有趣 大家做設計的 真的不要不開心 是不是 用這個故事面 演藝衣機 好嗎 Cawadjo都被人彈話 那你想 你有多厲害 好了 OK 先講一下 其實呢 以最虔誠的什麼態度 讀聖經呢 往往是藝術家 藝術家呢 藝術家就是呢 其實他最 他最 論的那本聖經 因為他要在裡面 畫出新的圖畫 是不是 但是呢 普通人就是沒有辦法 忘記 所有以前看的書 就是說呢 教會 教會整天的形象 就是聖馬太 一定要這樣 我給你這張 因為這張 你覺得怪 因為這張 和你聖經 或者之前看的聖馬太 不一樣 所以你覺得怪 所以你彈我 就是這樣 他想說的就是這樣 是不是 漁夫嘛 漁夫 漁夫不識字 那天使下來教你 我就畫了一個 不識字的漁夫 就是他教你 我畫了這麼好 我畫了一個漁夫 真的畫到不識字 我畫到天使 真的教他 你又不喜歡 我這樣 你有沒有見過這麼 的漁夫 我沒有見過 OK 就是這樣 是嗎 究竟是怎樣的情境呢 是不是 OK 就是剛才這樣 剛才說過這些 卡拉扯 卡拉扯 最後呢 結果是一張好圖 但是他沒有 他沒有一些 所以呢 藝術史呢 裡面呢 我們會提到 卡拉扯 在 米光哲盧之後 即是在 哈比里斯頌之後 他最大的不同 是 米光哲盧的東西 從地獄邊緣 很滑的 但是呢 卡拉扯 這個東西呢 就多了真實感 他畫真人 他真的畫過大叔 他不是聖人來的 他在街上撿過大叔 他真的在街上撿過大叔 他們畫的 他們以前 卡拉扯很喜歡的 他那時候 用過妓女 用過妓女的模特兒 用來畫聖母 也試過 Aaron說 所以有時候 藝術表達的東西 太深無人命 那跟他表達的東西 真人之幾矛盾 是啊 有時候很矛盾 我都矛盾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也 我怎麼矛盾 就是 老實 我的頻道 我也是 我早就很想講這些藝術史 給大家聽 但是始終我的頻道 那時候沒有什麼人看 我就不敢拍 拍了 沒有人看 我也拍了幾百條 開箱文 現在才夠膽 講這些給大家看 是不是 我也不夠膽 你們又不看 我只有拍子 是不是 他本身是傳奇 是啊 真的 是啊 老實說 我喜歡這張 你問我 多有創意 這個就是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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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個人畫到天使是天使 我畫到天使是一個人 加了益 是啊 是不錯的 他畫到聖馬拉太 是一個漁夫 很忠實的一個人 加上執大叔 他真的在街上執大叔來畫 說笑 所以我們就叫做自然主義 簡單來說 其實是寫實 他很喜歡 外國人 很喜歡藝術史學家 把這些東西加了一些名字 總之他就畫個人很真 畫到真人好像真人一樣 簡單的理解就是這樣 不用太複雜 不要記得太多的主義 總之他的貢獻就是 把那樣真實的東西拉下來 很厲害 他畫的人真的有血有肉 真的 真的 是不是很搞笑 大家都不要不開心 被人彈了 記得我今天說的 Carradio也被人彈了 你不會有成就過Carradio 我覺得 你打籃球 你會不會比Michael Jordan 會比Michael Jordan 沒有可能 其實大家知道 我們很渺小 而 正正因為我們渺小 所以我們才會做一些貢獻 我自己做這些 我拍這些YouTube 都是真的 我真心是想著貢獻給大家 我覺得 多謝大家來看 60個人看 多有品味 我們真的 後面還有三版 我們留下一次說 好嗎 我直播了兩小時 我本來想早些直播完 可以休息一下 怎麼搞一搞 11點 我又忍不住 很開心 跟大家聊天 大家多些互動 你們問我多些事情 多些反應 我可以多說一些 好嗎 最後的廣告 如果大家支持我 就去買顏色 還有去Midipedi買顏色 還有放我的Patreon 這樣 你放我的Patreon 我又可以 有多些錢 可以製作多些好的影片 給大家看 好嗎 OK 那 明天星期二 我會出普通影片 我看看什麼時候可以出 我再說一下下面的Cd 大家 大家都好 好 喂 給我多一件事 大家是否喜歡聽這些 yes 打給我聽 五十幾 現在六十人看 五十九個人看 你yes 我就大約可以說多些 這本書 多謝 我就會再說多些 這本書 大家是否容易明白 如果還想聽 我就可以再說 如果yes 就打個yes 我會再說 要不然 我就收檔 我就不再說 我看看有多少個yes 我 suppose 你也有三十個yes 給我才會再說 OK 好像也有多少yes 不要建議這個 但會很重要 吃飯 靠它 吃椒 都沒得吃 現在的廁所很差 先放在這裡 好 大家都 好像幾喜歡 我們 想看多些 他的話 是誰 Jack Kawajo 看誰 好嗎 好開心 今天和大家 說這麼多 在現在疫症的情況 我盡量能力說多些 你們盡量能力去賣東西 或者上Patreon 5元美金可以做月費 就可以看到我那些精心的片 我真的用了很多時間去做 這個很 但是 沒辦法 我也真的拍了 對 手下就好 我遲些說 好嗎 這樣 大家如果要學下次講 我先試一下大家講 如果是這樣 大家有興趣看這些字 因為我覺得有些字容易看 他還沒教 他還有兩三頁 是講怎樣欣賞藝術的 我覺得 which is important 我找一天 講 那裏可能半個小時 然後 後面 他整本藝術是很深的 可能我跳一些 chapter 來講 如果 Jack想聽Kawajo 其實他也有一個chapter 是講Kawajo 我都可以 是 這個chapter 是講 講 他 是嗎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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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欣賞 我再講Kawajo 如果你喜歡 你們喜歡 我講哪個畫家 你可以說 或者inbox 好不好 好 今次多謝大家 累了 棉花 跟你們說Hello 棉花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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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你會推薦我們 接下來的影片 你會推薦我們 什麼樣的書 你會推薦 要推薦你們看藝術的故事 我如果 簡單一點 我都推薦你們看藝術的故事 如果你們大家都可以買 二三百元 一本而已 你可以買來看 喵 是呀 是呀 這本很可以的 你們可以買 其實我也覺得 又不是貴 買來你們可以看一看 然後我講的時候 大家又 基本上 這本書是厚一點點的 拆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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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本 你就整個藝術士 其實是 咬了在肚子裡 很好 幫到你們 理解藝術士 我想說 喂 大哥 真的不行了兩個小時 唉 很累 它叫棉花 棉花 睡覺 我餵魚 是呀 好 拜拜 好 拜拜 唉呀 不要搞我